哈喽 你们好 我是Judy 今天呢 我也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 就是关于怎么样去当一个好的投资者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我本身是在外汇比赛工作的 那其实我遇到的客户不是自己交易的 就是投资客 那投资客我觉得都会有一个毛病 就是因为你们不会自己交易嘛 你们就是可能会心里觉得说 我放这一万块美金 好 五千块美金就应该有多少每个月的利息 你想要给我 真的之类 但是其实在外汇市场上面 这个都没有一定哦 所以其实第一个你要怎么去判断 你找的那个操盘手是不是可靠的呢 技术真的好的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第二个就是你必须要先预设说 我这笔钱是要来慢慢获利的 还是说你今天是可能是拿来用赌的心态 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可能坚持要自己给自己的设定 我今天拿这笔钱来投资外汇 如果我自己不会操作的话 那我自己就要心里准备 它可能这笔钱也是有费的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哦 拜拜